一辆油罐车侧翻倒地 好几位民众见状抱着水桶 想要趁机捞油 没想到 瞬间一个爆炸冒出火球 大家边叫边逃跑 场面一片混乱 从远处看过去 火蛇夹杂农烟不停窜身 好几公里远都能明显看到灾情惨重 乌根达首都康培拉 日前发生油罐车爆炸意外 当时驾驶紧急告诫 民众不要靠近 但许多人还是拿着水桶 想趁机捞油 结果下一秒瞬间爆炸 现场满目窗移 还能清楚看到烧焦的车体 幸好当时并未波及附近加油站 据了解 正常意外由四栋民宅和酒家店铺烧毁 至少造成食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由于不少民众伤势严重 死亡人数恐人将持续攀升 在新闻黄泉宇报道